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是为大家带来几个 能够放松身心的动作 请将你的右手升起 按住右边鼻孔 我们第一个带来的是 一个左右交替呼吸的练习 当慢慢由你的左边鼻孔吸入 大概是四秒钟左右 然后用你的中指按住左鼻孔 放开右鼻孔慢慢的呼出 也是轻松的放开的呼出 可能我们会交替的 接下来又会用你的右鼻孔吸入 手不用动 然后按住右鼻孔 左边的放开呼出 好 这样为止一个循环 我们接下来 会进行多几个循环 在左吸 一 二 三 四 按住右呼 二 三 四 到右吸 二 三 四 到按住左呼 二 三 四 第三个循环 左吸 二 三 就是进行 右鼻孔 这个动作是桥式的动作 目的是能够放宽我们的颈肩 背部和腰部紧张 跟着下来 先将我们的脚筋贴近臀部 手放在身体的两旁 容许肩膊 背部 腰部 都渐次地沉入大地 慢慢 留意到我们的腰部沉低的时候 美女骨轻轻地卷起来 渐次地将腰部都升起 背部 到上背部 脆脆地感觉我们的脊柱 一折一折的提升 当升到最高点的时候 你的肩膀是沉低的 胸口和下巴尖 有一种越来越贴近的感觉 当你慢慢现在呼出的时候 由你的背部 下背部 腰部 你都是渐次地逐渐一折一折的沉下来 最后到臀部 美女骨都接触大地 到第二次的吸入 又是先将我们美女升起 腹部沉低 腹部渐次的升高 背部升高 一折一折 随着你的吸入 向上提升 升到最高点的时候 留意下巴尖 如果已经和喉咙在贴近的话 你可以一紧一松 一紧一松地接近 当呼出气的时候 由背部逐渐地放开 容许由背部下背部 腰部下腰部 渐次 缓缓地呼出 松容地放下 放到最低的时候 又是另一次的提升 慢慢地提起 注视着 渐次提升的腰脊 甚至乎由你的脚掌 脚腕 小腿 大腿 都依然保持住 平衡的力量 当升到最高点的时候 就是你渐渐放开的时候 在你渐次放下的时候 容许留意到 由你的背部下背部 一路渐渐松容 放开的感觉 不需要急 心意和动作是配合住的 缓缓地放到最低 缓缓放开 如果练进行了三次的练习之后 你也可以继续增加到五次 七次 或者更多的练习 在练习之后 可以随随放下背部 进行一呼一吸的自然呼吸 和休息一会 接下来的这个动作 是抱膝的动作 是会舒缓我们的后腰 和跨部腿部的紧张 慢慢地把你的膝头 贴近胸膛 双手抱着膝头 和小腿之间的位置 在这个动作 是会舒缓我们后腰的紧张 和跨部的位置 也会深深按摩到腹部 所以现在随着你吸入 将腹部和大腿更加贴近 留意你的后腰所承受的拉力 是能力所能够接受的 当呼气的时候 轻地放开呼出 再一次拉近的时候 又可以逐渐增加多一点点 在呼气的时候 留意放开的感觉 拉近你的吸 感觉着身体最有感受的位置 可能是你的后腰 也可能是你深深按摩到的腹部 而随着你的呼气的时候 无论是你的后腰或者腹部 所有的不舒适都放开了 在这个动作完成之后 你可以将你的脚掌或者脚腕伸展 然后自然的呼吸 接着这个动作是叫做扭腰 是会宣援了我们 由肩背到下腰部的紧张 也都可以抗展到我们的胸腔 按摩到我们的心情内臟 将我们的右脚拉到铁腕臀部 而慢慢地攀过你左边的大地 不单只膝头攀过去 連脚趾脚也轻轻地温柔地船过去 留意现在膝头可能是可以接触到大地 但是如果有所 一点的差距也不要紧 缓缓地让你的右肩膀 逐渐地放开垂地 好像将整个右肩甲骨和背部 都一直松到贴近大地 容许大地的地心吸力 帮助我们将背部 腰部 都随随地吸引到贴近大地 头部你可以面向天花 或者漸漸地选择向右方 传得更多一些 在现在的呼吸里面 留意到吸入的气息 进驻到腹部腹腔 感觉到一吸一呼的时候 那种深层的深深的暗漠 也都留意到在呼气的时候 那一份在身躯漸漸放开的松茸 在三至五个呼吸之后 我们可以慢慢地让头部和膝头 都船回正中央了 而给我们的臀部和腿部都带回到一条直线之后 就换边再做多一次了 现在将左脚拉向来 拉向臀部 而漸漸地攀过去你的右方 右手轻轻按到膝头的外側 留意到整个左边的手臂 肩膊随随地放开 让肩膊随地带回到大地 当肩膊和背部都更松茸 放开 留意到甚至连腰部都松开 每一次呼气都比我们的身躯更松茸 但是右手和膝头依然是维持着 尽量是铁份大地的 当我们占次纯属的话 在每一个呼气的时候 你都可以把手按住你的膝头 沉得更低一点 慢慢地吸 肩膊依然沉向大地 呼 让膝头更贴在大地 慢慢地吸 再一次呼 右沉低 非常好 温温地当头部和腿部都端正回 向天花 我们再次将腿部 伸展回一个平衡 端正 而舒适无限的位置 在你的左右扭腰 你可以角度三几次 或者更多 然后处于一个舒适的状态 保持呼吸和当下的角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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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